第三百九十一张冠军之夺,化魔之后,洛明阳速度大减,仗着肉身强横,横冲直撞。靠着自己强横的肉身来诛杀柳无邪,可惜他打错了如意算盘。柳无邪跟魔族打交道的时候,洛明阳的祖宗还没出事。截刃毫无诡计地斩下去,落在洛明阳后背第三个击鼓的位置。这里比较薄弱,只要被斩断,人体瞬间瘫痪,变成一个废物。 一声声勿吼从洛明阳口中吼出,模样看起来非常的吓人,头发全部炸开,如同一尊血膜。刀锋斩下,将,空气传来一阵猛烈的波动,犹如一道洪流,涌向内台四周。洛明阳身体一个亮呛,朝前趴下,后背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淋漓。 渗透出来的血液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而是暗褐色,散发出浓郁的腥臭之气。 身体早已被魔器所掏空,这三个月来,仗着修炼魔工,修为才一日千里。 痛得洛明阳哇哇大叫,虽然没有伤及骨头,巨大的裂缝,已经能看到骨头所在之处。 场面激起血腥,整个擂台上,早已被血液覆盖。 顾不得后背上的伤势,洛明阳身体一个倒转,张开双臂朝柳无邪拦腰抱过去。 一副同归于尽的打法,哼,不自量力,杀意凌厉,脚步连连变化,再一次出现在洛明阳的身后。 截刃了起,咬指苍穹,犹如一轮弯跃,倒挂在苍穹之上。 洛明阳一招扑空,想要转身已经来不及了,柳无邪的刀钢,再度斩下。 这一次的力量,要比刚才一刀还要强横十倍。 贯注无尽的太荒真气,还有寒冰之力,加持了更金元素,好几种力量融合一起,更是所向逼逆。 每个人睁大着双眼,放弃观看少文栋跟赵意之间的交战,全部聚集在柳无邪身上。 他这边的战况最为激烈,不死不休,其他三座擂台,交战激烈,却没有血腥之气。 洛明阳要发狂了,看柳无邪如何化解吧。 对柳无邪的嘲讽声基本全部消失了,击败天罡三重,逼着天罡四重化魔,如此战斗力,直逼少文洞等人。 洛明阳转身的那一刻,携刃聊下,吃吃吃,空气出现一束束洞,第十封闭子集体祈祷,这一战只要避开了少文洞,以陈林的实力,击败温浩然难度不大,最后决战跟少文洞交锋。 大笔到这一刻,众人依然不肯相信柳无邪具备夺冠的能力,认为他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尽头。 按照大家的逻辑,第一名在少文洞跟陈林之间诞生,温浩然排名第三,柳无邪排名第四。 全明峰同样也在祈祷,希望温浩然避开陈林跟少文洞,对手最好是柳无邪。 将他击败之后,最后一战就算输了,稳拿第二名。 没有人替柳无邪祈祷,白铃等人默默地闭上眼睛,柳无邪走到这一步,足以让他们荣耀,不祈求走得更远,活到最后就是胜利。 次人一起伸出手,各自抽出一根竹签,跟执事说的一样,两枚白色,两枚黄色。 抽出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今年的奖励太丰富了。 丰富的连内门弟子都很嫉妒,恨不能亲自上场,参加今年的外门大笔。 临时跟积分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主要是仙灵洞奖励,太过丰厚了。 看了一眼手中的颜色,随后朝其他三人手中看去。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笑意,有时候运气真的很重要。 至于作梅作弊,只有天知道,反正四枚竹签是他们各自选择的,不存在作弊的可能。 第三百九十二章必死之局,铁马飞桥四人分别看了一眼其他人手中的竹签,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不公平,邵文栋师兄跟陈林师姐提前相遇了。 天坤峰以及帝氏峰弟子全部站起来,看着邵文栋手中的竹签跟陈林手中的一样,露出愤怒之色。 他们提前相遇,意味着其中一人,将要失去冠军之位。 这一战,终究会分出胜负,出的一方,争夺第三名,柳无邪的对手则是温浩然,这个结果,已经在柳无邪意料之中。 次人走向擂台,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交战,柳无邪跟温浩然选择左边,陈林跟温浩然选择右边,相隔五百多米。 既能保证观赏性,还能不影响彼此间交战。 柳无邪,你终于还是落到我的手里,这一战,你必死无疑。 黑色修炼式的事情,让温浩然同样是怀恨在心,一直没有机会诛杀柳无邪。 生死战,柳无邪手中邪刃指向温浩然,冰冷地说出三个字。 既然如此,何必废话,生死战便是,什么,他们要进行生死战,众人认为他们疯了,走到这一步,稳拿前四,为何选择如此疯狂的举动? 天行长老面露不悦,认为柳无邪太过疯狂了,稳扎稳打,争夺第三名还是有希望的。 整个演武场突然沸腾起来,连邵文栋跟陈琳都一起看过来。 这小子,陈琳苦笑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华众取宠,运气总有用光的那一天,赵文栋露出一丝寒意,认为柳无邪在华众取宠,前面几场生死战,碰到对手较弱,才全部胜出。 接下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温浩然可不是一般的弟子,实力极其强大,就算是他,想要取胜都不是很容易。 我不这么认为,我总感觉他隐藏着什么东西。 陈琳给出的观点,他跟柳无邪交谈过,不像是那种无故放屎的人。 各种说法的都有,大部分都认为柳无邪疯了,这不是正常人的举动。 听到生死战,温浩然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正有此意,温浩然答应了柳无邪的生死战,这一场,他们不死不休。 至少文栋要求你这么做的吧,就算不能杀我,也尽可能消耗我的真气,替他争取机会。 柳无邪嘴角露出一抹嘲弄之色,戳穿温浩然那点小心思。 你猜到了又能如何,反正你很快就会死去。 温浩然并不营葬自己的心思,成瑞少文栋跟他提及过此事,想尽一切办法,耗尽柳无邪的真气。 既然如此,那就战吧,说得再多,最终还是要手底下见真章。 浓郁的沙翼,从两人身上肆无忌惮地释放出去,涌向四周,整个擂台上,被沙翼包裹。 你很狂妄,就让我来结束你吧。 温浩然手中宽剑指向柳无邪,凌厉的飓风闪烁,笼罩方圆数千米。 柳无邪轻轻轻举起鞋刃,脸上骨颈不拨,没有任何变化,面对天罡五重,胜算几何,他暂时还不清楚。 一掌阵退沐勇元,不代表实力高出对方多少,当时在魔界,沐勇元不敢过多恋战,才匆匆离开。 温浩然隐藏这么久,只等外门大笔一举成名,眼看就要成功,必定拿出所有实力。 常见凌空斩下,可不得巨狼翻滚,柳无邪身体移动,险些被飓风卷走。 这一件的威力,不同反响,温浩然上来就是杀招,不给柳无邪任何机会。 来得好,柳无邪不退反进,手中邪任了起,施展夺命刀法。 唯有可怕的气狼波动,也没有灵力的刀器,反而看起来很温和。 巨风剑法走刚强的路子,柳无邪则反其道横之,用最温和的手段,来破解巨风剑法。 一强一弱,两种截然不同的打法,轰轰轰,巨风剑法所过之处,位台上的轻石不断炸开。 柳无邪刚才站立的地方,早已被移为平地,位台变得千疮百孔,已经看不到原有的样子。 脚踩其心,柳无邪避开之后,身体出现在擂台一侧,斜刃突然斩下。 看似很快,其实犹如雷电一般,眨眼极致,两人攻击的速度非常的快, 每一招每一事,仿佛经过了千锤百炼,柳无邪依旧没有祭出天罡之势。 他在等,等温浩然认为自己必胜的时候,突然将他杀死,这样才有意思。 面对柳无邪伶俐的刀钢,温浩然无动于衷,手中宽剑横切出去。 枪,动跟陈林的大战已经打响,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非常熟悉,相互还在试探。 最后一定是祭出大招,一招定胜负,靠普通的招式,很快分出输赢。 他们太了解彼此,对方修炼什么功法,修炼什么武技,知道的一清二楚。 论观赏性,远不如柳无邪这边,他们两人并不熟悉,攻击起来的时候,既要防着对方,还要全力诛杀对手。 强烈的气浪涌来,柳无邪感觉自己的手臂发麻,温浩然的真气很纯,绝非落明阳所能比拟。 温浩然脸色一变,碰撞的那一刻,他仿佛击中了一座大山。 反馈回来的力量,险些震碎了他的手臂中筋脉,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凝重。 全力催动真气,恐怖的飓风像是一座漩涡,柳无邪身陷其中。 这应该是飓风剑法最厉害的招数,温浩然不敢大意了。 怎么回事,这才交战三个回合,温浩然寄出飓风漩涡,难道柳无邪真的能威胁到他? 全民风的弟子站起来,不解地看着擂台上的变化。 这不符合逻辑,按理说,温浩然应该早就斩杀柳无邪了。 卷窝形成的那一刻,柳无邪眼眸一缩,邪刃再次举起,强行踢下。 夺命三世,夺命三世虽不如第四世变化多,第三世的攻击力度更强。 空猛龙,空间传来一阵晃动,站在擂台下面的直视承受不住,身体急速暴退。 擂台中间的漩涡,出现一阵波动,处于破裂边缘。 柳无邪,没用的,你今天必死无疑。 温浩然发出一声力笑,手中宽剑陡然下压,漩涡不断朝四周扩散,越来越大。 柳无邪深陷漩涩涡当中,连续劈砍好几次,无法将之撕开。 这样下去,强大的漩涡撕扯之力,会撕开他的身体。 温浩然师兄加油,杀了这个小子,全民风一部分弟子站起来,高呼温浩然的名字,赶紧诛杀柳无邪。 柳无邪左突右撞,试验了好几次,夺命刀法一次次施展,无法撕开巨风漩涡。 这可不是好现象,白铃等人交集万分。 如果是一般交战道也罢了,大不了认输,这可是生死战,不死不休。 简性儿站起来,双手放在胸前,默默地祈祷。 他还不知道柳无邪已经突破天罡径,闭关突破天罡径只有柳无邪一人自己知道。 柳师弟,快认输啊,支持柳无邪的人站起来,让他认输,大不了给温浩然道歉,要比死在擂台上强百倍。 哼,战斗一旦开始,任何一方不得认输,全民风跟土月风的弟子蹦出来,他们沉寂了很久。 一场场战斗,柳无邪一次次刷新他们的认知,每一次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们脸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卷窝还在家具,交战才刚刚开始而已,温浩然祭出如此强烈大招,实属罕见。 天行长老面露担忧,柳无邪是大小姐带回来的,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大小姐问起来,如何交代。 外门大笔,任何人不得干涉,生死战又是柳无邪发起,其他人更没有资格插手。 情况对柳无邪越来越不利,可以说是岌岌可危,漩涡有收缩的迹象,从直径10米,压缩到5米左右,柳无邪活动空间减少。 温浩然嘴角浮现一抹凝笑,仿佛看到柳无邪死在他剑下的那一幕。 斩杀柳无邪,争夺冠军之位,场上的谈论声逐渐消失,漩涡已经只有3米左右。 柳无邪好像放弃了,如此小的漩涡,就算是绍文洞,都很难破除。 从表面上看,柳无邪确实放弃了,冲击了好几次,都无功而返。 就在所有人认为柳无邪必死无疑的时候,场中突然出现一股强横的气浪。 从漩涡之中陡然蹦射出去,如同一道银河匹炼,从内台中间区域涌向苍穹。 一座新的漩涡出现,开始吞噬温浩然的漩涡。 突如其来的情况,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快看场中, 众人惊呆了,漩涡之中,又冒出一座漩涡,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开始大家以为是温浩然搞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温浩然释放的漩涡被吞噬了三分之一。 柳无邪擂台周围,聚集好几千人,离得如此近,都发现不到任何端倪, 这座漩涡仿佛凭空出现。 你们快看,柳无邪的境界,第393章镇欲碑,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全部落在柳无邪身上。 突然之间,一股狂暴的气浪,卷向苍穹,柳无邪的境界节节攀升,突破天罡一重镜。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包括温浩然。 都被打猛了,刚才嘲笑柳无邪的那些人,脸色骤变,很多人嘴巴还是张开状态,正要嘲讽,突如其来的变化,打得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会这样,他也隐藏了境界,众人惊呆了,柳无邪加入天宝宗不过真单三重镜,这才过去三个月时间,突破天罡镜。 多么妖孽的天赋,才能做到这一点,先前想要挑衅柳无邪的那些人,嘴巴苦涩,幸好大笔的时候没有遇到柳无邪,不然也是死路一条。 中间出现的漩涡越来越强,将飓风剑法不断地吞噬进去。 温浩然脸色连连变化,不断地注入剑气,依旧无法阻止漩涡消失的速度。 情况现在反过来了,柳无邪站在漩涡中央,宛如一尊万股凶兽,吞噬周围的一切。 哪怕是空间,此刻都不能幸免,全部被吞噬进去。 召家寄出一丝吞天神鼎的气息,足以抗衡一切。 况且他寄出天刚镜之后,更是所向无敌。 温浩然师兄,你快想办法啊。 全明峰的弟子高声怒吼,让温浩然赶紧想办法,朱砂柳无邪,不能再等下去了。 温浩然何尝不想,他的身体被定格在原地,无法动弹。 强大的犀利,已经牵制住了他的身体,现在很憋屈,却没有任何办法。 想要开口求饶,这是生死战,任何一方求饶都没用。 简性而紧张的情绪,逐渐放缓,柳无邪突破天刚镜,这一战必胜无疑。 这小子,隐藏得够深,天行长老苦笑一声,他们都被柳无邪蒙蔽了。 卷窝越来越大,足以覆盖整个擂台,这一次轮到温浩然陷入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温浩然,受死吧!柳无邪发出一声轻笑,身体陡然从漩涡之中跃出,跃到虚空之上,斜刃猛然斩下。 顿时间,苍穹变色,日月无光,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无情的飓风,从苍穹之上碾压下来。 天刚之士肆无忌惮地释放,加持了天刚之力,夺命刀法达到一个极致。 好可怕的气浪波动,他不过天刚一重,天刚之士堪比天刚五重巅峰。 那些内门弟子发出阵阵惊呼声,眼前的一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天才他们见过不少,能连续跨越这么多境界,实属罕见,强,太强大了,如同强风过境,连少洞那边擂台,都感受到这边的凄浪波动。 柳无邪寄出天刚静的那一刻,少洞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浓郁的杀意。 助手的速度陡然大增,震得陈林步步后退。 温浩然跟他关系非同一般,如果死在柳无邪手里,少洞绝对会替他报仇。 飓风还在加剧,温浩然的身体岌岌可危,随时能都被飓风所淹没。 全民风弟子的叫嚣声消失了,取而代之事沉默。 柳无邪强势崛起,已经无人可挡,这一战取胜,就算最后一战输了,稳拿第二名。 恐怖的飓风化为一抹滔天的刀钢,凌空斩下。 卡卡卡四周空间不断炸开,位台上的轻石所剩无几。 我命休矣,温浩然嘴角浮现一抹苦笑,除非有话因老祖出手,没有人能抵挡这一招。 刀钢已经落在他的劲前,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连心和劲都没有资格出手阻止。 咔擦,身体突然炸开,化为无数血水,离死前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无数血肉在空中飞舞,身躯中的精华,被柳无邪无情剥夺。 这一战,柳无邪胜出,以绝对的碾压之势,斩杀温浩然,进入决赛。 杀了温浩然之后,柳无邪回到休息区域,盘膝坐下,拿出一把丹药吞服下去,快速修复真气。 罪位全部消耗,但也消耗三成左右,最后一战不容有失,必须要全力以赴。 跟随温浩然的那些小弟一脸猛逼,战斗这就结束了。 权明峰陷入死一般寂静,没有人说话,连玄明峰主都意味深长看了一眼柳无邪。 刚才寄出的那一刀,诡异至极,一边恢复真气,目光朝少洞那边看去,两人战斗难解难分,已经到白热化阶段。 温浩然死了,两人都不想错过冠军之夺。 全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温浩然已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死人,错失一场矿石之战。 柳无邪目光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陈林身上,此女实力绝不一般。 淡淡的土黄色光晕笼罩身躯,少洞想要取胜,非常之难,单凭他现在的力量不可能破开陈林的防御。 除非他还有其他底牌,赵洞呼声如此之高,必定有过人之处。 三百招过去五百招过去一千招过去两人已经交战一个时辰,高达数千招,对彼此太熟悉了,很难寻找到破绽。 对方出什么招式,第一时间想到了化解的办法。 赵师兄,这样下去,再有一个时辰我们之间也很难分出胜负。 我知道你炼制了赵宇碑,堪比先天灵宝,还是祭出来吧。 陈林突然往后一退,避开战圈,听到赵宇碑三个字,整个炎武场沸腾了。 什么,少洞师兄真的将赵宇碑炼制成功了吗? 每个人看向少洞,流露出不可思议之色,赵宇碑可不是一般的灵宝。 真正的赵宇碑,早已失传,听说能镇压天地的存在。 炼制这种灵宝,需要的资源,极其恐怖,只有那些天才之辈才有资格炼制。 听到镇宇碑三个字,柳无血眼眸一缩,嘴角露出异样之色。 镇宇碑他也略有耳闻,上古时期就有关于镇宇碑的传言,镇守五方天地,代表天地五行。 一枚镇宇碑足以镇压一方,五枚镇宇碑合并,那还了得,可以囚禁一切。 以少洞的实力,炼制出来的镇宇碑,最多也就灵宝级别。 上古时期的镇宇碑,那可是仙器一般的存在。 就算是灵宝级别的镇宇碑,要比一般的兵器,也要强横数十倍,这就是镇宇碑的强大之处。 既然你已经知道,那我就不隐藏了。 少洞目光没有任何变化,镇宇碑炼制成功的事情,知道的人极少,陈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获悉。 伸手一招,一尊巴掌大的石碑出现在他手心,突然飞到空中,越来越大。 轰猛,镇宇碑飞到空中的那一刻,空间传来猛烈的震动,像是地震了一般。 脚底下的擂台不断塌陷,承受不住镇宇碑的压迫。 陈林衣衫乱舞,身体摇摇欲坠,镇宇碑的出现,让他面露凝重。 这一战他就算是输了,不是输在实力,而是领保上。 镇宇碑迎风暴涨,化为一尊三米多高的戒碑形状,屹立在苍穹之上,释放出滔天的气息。 果然是镇宇碑,被少洞师兄炼制成功了。 看台区域一片哗然,他们早就知道少洞炼制了镇宇碑。 炼制镇宇碑需要的材料极其珍贵,收集了好几年,终于凑齐这些材料。 外门大比前一个月,彻底将镇宇碑炼制成功。 靠强大的镇压之力,这一战陈林师姐危险了。 即出镇宇碑的那一刻,情况出现了变化,除非陈林也能拿出媲美镇宇碑的领保,才有一丝胜算。 面对强横的镇宇碑,陈林想要获胜,难于登天。 这一战对陈师姐太不公平了,第十封的弟子站起来,他们心有不甘,冠军在望, 绍洞祭出镇宇碑,打破了彼此间的平衡。 这世间哪有那么公平的事情,兵器也是实力的一种。 其他弟子虽然不愿意接受,事实就是如此,兵器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无情的能量碾压下来,陈林身体上的光运不断收缩,承受极大的压力。 绍洞双手结印,镇宇碑不断下压,力量还在变强。 土玉碑,有点意思,柳无邪暗暗说道,镇宇碑一共5块,哨动不过炼制了其中的土玉碑,主要以攻击跟防御为主。 这也无可厚非,炼制一枚都难于登天。 既然选择炼制,必定选择既能防御又能攻击的镇宇碑,才能做到攻防戒备。 其他几种元素的镇宇碑,炼制起来难度更大。 例如金玉碑,需要无尽的更金之力才能打造而成,还有沐浴碑,需要的木系精气,以海量来形容。 土玉碑只要找到厚重之力,类似于大地吸壤这类宝物,即可炼制,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天地武行,我的太荒世界已经吸收了更金之力,木系元素,还有火系元素。 如果炼化了这枚土玉碑,实力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柳无邪开始琢磨少洞手中的土玉碑,以前他就遇到一位强者,将五尊镇玉碑注入身体,五碑合一,所向无敌。 以他现在的实力,距离这位强者遥不可及,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很有可能让上古镇玉碑重现时间。 擂台上战斗再一次打响,陈林不想再等下去。 排山倒海,陈林一声轻笑,双手眷起一层厚厚的黄色气息,像是一座山脉,朝镇玉碑碾压下去。 真正的排山倒海之力,脚底下的擂台早已消失不见,漂浮在空中的镇玉碑突然发出低溜溜的转动,一股狂暴的力量,从镇玉碑深处,陡然而出。 第394章最后一战,陈林拿出最强底牌,这招排山倒海,从修炼至今,施展过三次。 这是第四次施展,前面三次无一例外全部击败对手。 这一次不知能否创造奇迹,无情的狂风,卷起大地尘埃,战斗中央区域,早已陷入一片逆流,已经看不清楚两人的身影。 只能等战斗结束,才能分辨出谁胜胜负。 却不妨碍那些内门弟子观看,清楚地看到战场每一个变化。 空梦龙天地色变,大地在颤抖,靠得近的那些弟子,纷纷朝后退去,以免遭受波及。 就算是一般的内门弟子靠近区域,都会被逆流缴碎。 柳无邪施展鬼童树,穿过层层迷雾,两人身体出现在他面前。 面对陈琳的排山倒海,少洞不敢大意,双手全力催动镇玉碑。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陡然撞击到了一起。 崩,犹如天崩地裂,无数碎石朝四周爆射,幸好几明星和镜长老早已做好了防御。 那些碎石落在镇法光幕上,无法射出擂台之外。 青城的冲击,犹如陨石撞上其他星球,两人的身体,一起倒飞出去。 镇玉碑落在少洞的手里,陈琳的身体不受控制,落在擂台边缘地带,一滴鲜血顺着他的嘴角一出。 刚才一番碰撞,他显然略逊一筹,凭靠肉身之力,还是难以抗衡镇玉碑的碾压。 除非有强大的领保辅助,这一战陈琳才有胜算。 当尘埃散去,两人的身体,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 少洞右手托着镇玉碑,面露笑意,这一战谁胜谁负,已经有了答案。 少师兄果然厉害,我输得不愿,这一战你赢了。 陈琳抹去嘴角的血迹,朝少洞抱了抱拳,并没有因为对方借助领保取胜有一丝懊恼。 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没有客观原因。 真正生死搏斗,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会动用一切力量,这十类台交战,祭出强大领保,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 陈琳的一番话,引来很多人尊重。 啪啪啪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相比起柳无邪跟温浩然这一战,他们两人的战斗,更极激烈,更具观赏性。 目的不同,造成的效果自然也不相同。 柳无邪的目的是杀人,不会使用那些华丽的招数。 能一招解决对手,绝对不会使用第二招,承让了,哨动抱拳回礼,这一战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没有阵欲碑,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谁也休想讨到好处。 陈琳说完,离开了擂台,回到休息区域,按理说他下一场对战温浩然,争夺第三名。 温浩然死了,陈琳自然也无需再战,提前拿到第三名。 这让陈琳心情好了很多,第三名对他来说,不是不能接受。 下一战,你要小心哨动的镇欲碑。 陈琳轻轻落下来,坐在柳无邪身边,小声说道,给柳无邪提个醒。 多谢师姐提醒,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柳无邪还是感激地说了一句。 镇欲碑的出现,确实让柳无邪重视起来。 没有镇欲碑的情况下,朱砂少栋难度不大。 对方拥有镇欲碑,那就未必了,目死谁手尚未可知。 越是这样,柳无邪才更加兴奋,跟强者交手,才能提升自己。 跟一群垃圾交战,只会拉低自己的身份。 准备冠军之战,少栋还没回到休息区域,天行长老让他们尽快决出冠军之位。 这明显偏弹柳无邪了,他提前结束战斗,休息了小半个时辰。 少栋战斗刚结束,真气不足,这时候交战,明显吃亏。 历来规矩就是这样,第三天之后,一直决出冠军为止,最多的时候休息一炷香时间。 柳无邪,上来吧。 少栋换了一座擂台,朝柳无邪招了招手,示意他可以登台了。 我不占你任何便宜,等你真气恢复之后,我们再交战也不迟。 每个人都以为柳无邪会痛快地答应,趁着少栋真气不足,他还有一线胜算。 接下来的一段话,让所有人一脸错愕,他们都低估了柳无邪。 连天行长老脸上都露出一丝不解,他明显有帮助柳无邪的迹象,还刚才一个人情。 这小子是疯了,还是真的心胸坦荡,连那些嘲讽柳无邪的人都闭上了嘴巴,柳无邪这番举动,引来很多人叫好。 柳无邪,你是好样的,不占任何人便宜,才是我被楷模。 那些中立的弟子纷纷站起来,支持柳无邪的做法。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柳无邪,这个举动,让柳无邪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无数倍。 柳无邪,你可想好了,这是你击败少栋最好的时机。 不少人认为柳无邪不应该错失这样的机会,趁着少栋真气枯竭的时候,才有一丝胜算。 对方有这玉杯在手,等他恢复全胜时期,再想战胜他,难于登天。 面对四周各种声音,柳无邪充耳不闻,就是不肯站起来,静静地坐在原地,等少栋恢复体力。 柳无邪,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吗?最后一战,我照样会杀你。 少栋不想欠柳无邪任何人情,拿出一把丹药吞服下去,盘膝坐下,目光透着阴狠,朝柳无邪说道。 我不杀真气枯竭之人,就算要杀你,也会在你全胜十七亿刀将你杀死。 柳无邪发出一声猛笑,最后一战,他不想留下任何口柄,就算他杀死了少栋,众人也会认为少栋真气枯竭,他赢得不光彩。 等少栋真气全部恢复,柳无邪再堂堂正正将他杀死,谁敢说一个不字。 这才是柳无邪的真正目的,还未交锋,无声的杀意,已经笼罩整个阎舞场。 疯子,他们都是疯子,两人明明已经拿到前两名,还要分一个你死我活。 很多人骂他们两个都是疯子,这最后一战不论谁赢谁输,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包揽最好的两个奖励,何必要再打生打死。 没有人理解他们的心境,奖励虽好,道心同样也很重要。 不杀对方,他们的道心就不会圆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没有人催促他们,大家都在等,等少栋彻底恢复真气。 在少栋周边,龙玉的灵气覆盖,刚才一战,让他收获颇多,实力要比之前强横不少。 柳无邪,起来吧,一个时辰后少栋真气恢复到巅峰状态,刚才一战虽有消耗, 毕竟没有受伤,大部分力量,来自镇域碑。 柳无邪睁开双眸,强横的战役,犹如汪洋大海一般,发出猛烈的咆哮声。 一步步朝擂台走去,每走一步,杀意就会浓郁几分,几乎形成了实质。 踏上擂台,两股狂暴的力量突然撞击到一起,形成骇人的涟漪,不断地朝四周推进。 好可怕的力量,看台上那些弟子全部站起来,最巅峰的一战终于到来。 无穷无尽的力量,在两人上空交锋,谁也不肯退缩半步。 柳无邪,你我之间,注定不可能共存,所以这一战,我必杀你。 少洞并未隐藏自己的杀意,拉拢柳无邪失败,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死不休。 加上黑色修炼式的事情,两人更不可能和解。 出手吧,柳无邪没有多余的废话,邪刃出现在掌心,一切以实力说话。 地面上的青石一寸寸炸开,犹如密集的蜘蛛网,不断地朝四周延伸。 少洞收起了镇宇碑,认为对付柳无邪,还用不到镇宇碑这种高级领保,单凭他强横的天罡五重之势,就能诛杀柳无邪。 同样是天罡五重,少洞的实力,远要比温浩然强大数十倍。 一柄长剑出现在少洞的手中,摇指柳无邪,灵力的剑气,撕开气旋,直逼柳无邪面门。 交锋正式开始,截刃摇指苍穹,夺命刀法蠢蠢欲动,感受到柳无邪的杀意,从邪刃内部,傲射一股心虹的力量。 斗然间,两人身体一起消失在原地,无情的刀钢还有剑气,纵横交错,弥烂苍穹,覆盖方圆数万米。 只见一道道残影,犹如流星一般,你追我敢,让众人见识到了什么叫流星追月。 谁是月,谁是星,已经分辨不清,将枪枪无尽的火光,弥烂苍穹,少动手中的长剑,并不是普通领保,不在携刃之下。 两顶绝品领保,撞击形成的波动,足以先飞整座擂台。 两人从天上打到了地上,再从地上,打到了天上。 寂静形成的涟漪,越来越多,像是层层骇浪,不断地涌向四周。 这一战,足足派了四尊执事守在四周。 以免他们的打斗,毁灭了延武场,不断地加持阵法,依旧无法阻挡两人的冲击。 无奈之下,出动了星河竞强者,这才守住阵法,两人交战,隔绝在阵法之内。 各种刁钻的刀法,淋漓尽致地施展出来,少动有些不适应柳无邪的节奏。 论真气纯度,柳无邪不在少动之下。 论战斗天赋,柳无邪远胜对手,少动的优势,只有境界。 某些时候,境界不能代表全部,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柳无邪竟然跟少动师兄斗一个旗鼓相当。 很多人眼珠子差点都要瞪出来,柳无邪的表现,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看他的样子,还有余地,并非出尽全力。 朱沙温浩然,所有人认为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此刻看来,他们依旧低估了柳无邪。 第三百九十五张强强碰撞,五百招过去了,两人依旧不分胜负。 柳无邪没有陈林那变态的防御,靠着轻盈的伸法,避开哨动每一次凌厉的攻击。 少动的攻击,刁钻无比,他的这套剑法,绝不在太上期剑决之下,由过而不及。 加上他强大的实力,将剑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细节,无可挑剔,只有柳无邪这种妖孽的速度,才能轻易化解。 陈林碰到少动,只能靠自己的防御,有些招式,无法躲避。 一个攻,一个防,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战斗这么久,连胜负的迹象都没有,很多人有些不耐烦了。 等了五天,终于等来最后一战,少动主攻,柳无邪防御,这就好比一个盾,一个毛,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一次,唯有人嘲笑柳无邪,能在天罡五重逼迫之下,还能从容不迫地防御,堪称逆天。 柳无邪身法厉害的事情,早已人尽皆知,这几日时间,少动没少研究柳无邪的身法。 天和剑,少动突然一声尖笑,手中长剑大开大合,犹如一道匹帘,一分为三,同时袭击三道残硬。 不论柳无邪哪一道是真身,都避不开这一剑,唯一的办法,只能破解。 交战五百多招,迟迟无法诛杀柳无邪,让少动颜面无存,就算他胜了,也赢得不光彩。 必须要速战速决,以绝对的优势碾压柳无邪,才能挽回自己的声誉。 夺命斩,大笔至今,第一次施展鬼同树,少动每一次招式变化,柳无邪尽收眼底。 截刃鞋切出去,角度更是刁钻,谁也想不到,柳无邪能切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刀。 可以说是妙道豪颠,正好破解了少动这一招,三道剑气,全部在半空炸开。 妙,实在是太妙了,柳无邪的破招之法太厉害了。 解不说这一战谁能笑到最后,两人之间的变招之快,防御之妙,足以让人如痴如醉。 攻防转换速度太快了,少动出招的那一刻,柳无邪已经破解了此招,这才是厉害之处。 举多那门弟子私底下相互模仿,见招拆招,发现他们的预判能力,不及柳无邪万分之一。 换成其他天罡五重,早已死在少动剑下。 一来二去,少动有些急躁了,迟迟无法诛杀柳无邪,让他无比的恼怒。 只好加快出手的速度,希望在速度上,追上柳无邪。 他不相信,自己堂堂天罡五重,速度不如小小的天罡一重。 随着战斗不断深入,柳无邪的速度,不但没减,反而越来越快,尤其是鹤五九天,幻化出一只仙鹤,穿梭于擂台之上。 不知不觉一千招过去,两人碰撞数百次,谁也奈何不了谁。 已经超过跟陈林一战的时间跟招数,再不能击杀柳无邪,只能祭出阵雨杯了。 天和睦西战,少动祭出最强一招,铺天盖地的剑气,席卷整个苍穹,令人窒息的压力,碾向柳无邪。 恐怖的剑气,形成一座瀑布,如同带帘,遮天蔽日。 柳无邪不敢大意,他虽能看穿这一招的破绽,却不敢轻易破解。 当招式的力量,远远大于自己的时候,贸然破解,只会弄巧成拙。 依靠巧劲,破解那些普通招式还行,对付这种强大的招式,巧劲不起任何作用。 一个人可以搬起一百斤石头,让他搬起来一万斤巨石,就抢人所难了。 这一招式大力尘,绝非一般力量所能化解。 柳无邪,给我死吧! 哨动面色争鸣,无边的杀意,汇聚成江和湖海,填满了每一寸空间。 对柳无邪的杀意,涵盖了他整个胸腔,今日不杀柳无邪,事不罢休。 讲杀我,不是那么容易,柳无邪不急不缓,略是强大的招式,更不能着急,以免落入对方的圈套。 太荒真气,陡然而出,超过七成的太荒之气,注入双臂,柳无邪的力量,突然大增。 力量的变化,让众人神经再一次绷紧。 战斗到这个时候,柳无邪依旧藏有底牌,彻底颠覆了众人思维。 犹如两尊滔天巨兽,狠狠地冲击到了一起。 夺命四斩,加持了七成的太荒真气,汇聚成的一击,这时柳无邪大笔以来,应该是最强的一招了。 轰轰轰一刀一剑,肆意地冲击,两人身体已经埋没在其浪当中。 无数石块,冲向阵法金壁,形成莲花一般波纹,不断地在四周荡漾。 剑气如同雨点,洒落在擂台上,留下满地的窗衣。 柳无邪的刀气,霸道,强横,无坚不摧,携带朱天审威,横扫一切。 两大招式,宛如针尖对脉盲,谁也不肯退缩半步。 这一战,必定计入史册,陈琳早已恢复真气,带着一脸悍然之色,擂台上的每一个变化,让他震惊不已。 没想到少洞跟我交战,还留有实力,看来他早就知道,最后的对手不是我,而是柳无邪。 陈琳嘴角泛着苦涩,少洞使出镇雨杯,主要目的是速战速决,节省真气。 真正大战,最后输的一定还是陈琳,那样的话,时间拖得更久,对少洞不利。 崩,咔嚓,空,整个炎武场上空,充斥各种炸裂声,此起彼伏,两道人影像是大海上的孤舟,在沉沉浮浮中不断寻找落脚点。 随着最后一波气浪涌出,少洞跟柳无邪同时朝后倒飞出去,犹如两道流星,落在擂台一角。 当尘埃散去,一切恢复平静,两人静静地站在碎石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浓郁的战意,还未散去。 常见低垂,携刃了起,柳无邪,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少洞语气中透着凝重,他出道至今,碰到高手不计其数,无一例外成为他手下亡魂。 唯独柳无邪,让他意识到强大的危机,凭靠自己的实力,无法做到碾压,深深刺激到少洞的自尊。 靠武技,我们平分秋色,靠真气,我未必输给你,你最大的底牌是这玉杯,使出来吧。 柳无邪淡淡地说道,脸上无悲无喜,夺命刀法跟少洞斗一个旗鼓相当,想要分出胜负太难了。 就算在交战数千招,结果也不会改变。 柳无邪一番话,得到很多人认可,继续交战下去,只会浪费争气,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一招定胜负,所有人想到了镇玉杯,陈琳就败在镇玉杯之下。 镇玉一出,水雨争风,常见消失在少洞的掌心,从他处物戒指中飞出一尊巴掌大的灰色杯状。 柳无邪双模锁定镇玉杯,鬼铜树层层层穿过,每一个细节,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只有巴掌大,依旧不影响柳无邪观看镇玉杯内部空间。 炼制得不错,看来少洞得到炼制镇玉杯之法。 柳无邪暗暗说道,镇玉杯炼制之法,知道的人极少,可以说已经失传了,只有一些古籍上有记载。 柳无邪,只要你能扛过镇玉杯,我可以饶你一命。 少洞右手结印,镇玉杯从掌心飞出去,漂浮到半空之上。 突然迎风暴涨,瞬间放大,这一次变成五米多高,要比对战陈林的时候,还要大。 放大的那一刻,一股古谱沧桑的气息迎面袭来。 放大后的镇玉杯,看起来更加直观,表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灵纹,交织在一起,密密麻麻,没想到少洞还是一个腐尸。 镇玉杯不错,正好我需要。 柳无邪突然冒出的一段话,将在场众人雷的外焦里嫩, 以为他会说一些无虚拟饶恕之类的话,谁会想到,说出这番话来。 扑扑扑一阵阵口水声,响彻整个演武场,很多人失声大笑,彻底被逗乐了。 这小子太疯狂了,他想要笑死我吗? 天坤丰很多弟子站起来,他们一直支持少洞。 只有少洞,才配做他们天坤丰外门弟子大师兄,柳无邪不过心进弟子而已。 实力天赋都很高,唯独人员这一块,远不如少洞,他在天坤丰外门经营数年,拉拢了一批人,柳无邪才三个月时间,其中两个月一直在外历练。 我喜欢他,起码敢作敢当,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柳无邪,走到这一步,征服了无数人。 各种议论声,充斥四周,天行长老一头黑线,被柳无邪振得无法言喻。 击败少洞,足以名扬外门,还妄想收取镇玉杯,到底他是怎么想的,还是信口开河。 少洞师兄,替我们杀了他,如此狂妄之徒,就应该让他死在擂台上。 少数的声音,穿插在人群之中,支持少洞的人只有那些死党。 温浩然死了,玄冥风还有土月风的声音消失了很多,没有人再敢站出来。 柳无邪这番话,让原本沉寂的演武场,变得无比沸腾。 每个人看向他的目光充满着复杂,不知道是该嘲笑,还是嫉妒。 你也心不小,想要我的镇玉杯,拿出你的本事来吧。 少洞并为生气,反而露出一丝嘲弄之色,认为柳无邪太不自量力了。 镇玉杯力大无穷,就算是天罡六众站在他面前,出其不意都能将他直接免死,何况是柳无邪。 面对镇玉杯的镇压,他的速度,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乖乖地等死。 别废话了,速战速决,耽搁了五天时间,柳无邪不想再等下去,尽快拿到奖励,早日突破高级天罡境。 第三百九十六张冠军归属,柳无邪不愿意废话下去,镇玉杯已经寄出,赶紧施展出来。 一番话气的少洞脸色铁青,双手结印,镇玉杯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扑天带地的气势碾压下来。 柳无邪,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少洞发出一声凝笑,脸上的表情都扭曲在一起。 可想而知,他此刻的心情愤怒到了极点,不杀柳无邪,是不罢休。 哼,仗着镇玉杯,以为就能杀我吗?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 柳无邪不退反进,收起邪刃,右拳指向苍穹,恐怖的飓风,形成一股漩涡,覆盖在他的拳头之上。 太荒世界传来一阵雷鸣之声,无尽的力量注入拳头之中。 更加可怕是遥远的星空,传递下来令人窒息的星辰之力,覆盖整个炎舞场。 到底这小子是何方妖孽,身体之中怎么可能隐藏如此浑厚的能量? 连那些心合径都看不懂了,柳无邪释放出来的力量,绝非天刚一重能做到。 拳劲越来越强,镇压下来的镇域被停止晃动,无法继续下压。 这种情况,让少洞脸色大变,柳无邪释放出的拳劲,让他意识到危机。 天行长老脸色连连变化,被柳无邪释放出的力量所深深惊害。 好可怕的拳法,大量的内门弟子,牢牢地记住柳无邪的容貌。 这一战如果柳无邪胜出,以后见到柳无邪,一定要客客气气,千万不要得罪此人。 强,太强了,这绝对是天阶武技,一尊执事眼眸之中充满着羡慕,他们身为执事,都没有资格修炼天阶武技,柳无邪从何处得到。 没有人知道,包括天行长老,柳无邪这三个月的行踪,早就被人调查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秘密。 镇宇碑,给我碾压,召动不想再等下去,镇宇碑在颤抖,这可不是好现象。 沉寂不动的镇宇碑突然发力,再次放大,直径达到七米左右,已经逼近极限,镇压的力度更强了。 柳无邪依旧无动于衷,默默地站在原地,蓄势待发。 一颗耀眼的星辰,出现在柳无邪头顶上,谁也没有注意到。 当众人看到这颗星辰的那一刻,已经是不可挡,柳无邪的气势大成。 就让我来粉碎你吧。 柳无邪说完,身体消失在原地,直接掠上空中,脚踩星辰,宛如诸神归来。 高达千丈的星辰,猛然砸下,那种毁天灭地的气势,将整个擂台的阵法,瞬间毁灭一空。 不好,守在四周的直视下的连连后退,出手,天行长老一声令下,一旁几名长老瞬间出手,守住擂台,坚持到大战结束。 面对镇玉杯的碾压,柳无邪还能从容不迫地避开,这一点陈林远不及他。 简然柳无邪的实力,更在陈林之上,此,只有一个字,从柳无邪口中发出,硕大的星辰,凌空碾压而下。 这一刻,天穷色变,日月无光,仿佛整个大地都在沉沦,内台早已毁灭一空,露出炎武场原本的侵蚀地面。 照动面露惊骇,死亡的危机,不断逼近。 镇玉杯,给我碾压啊,照动还不死心,双手疯狂地结印,希望能化解这一招。 太古星辰拳,第一次,柳无邪喊出这套拳法的名字,无数人都听到了。 星辰坠落,天地毁灭,漂浮在空中的镇玉杯,不断变小,承受不住星辰的碾压,变成了手掌大小。 突如其来的一目打得照动一个措手不及,镇玉杯虽然没有毁灭,吓得不敢冒出来了, 里面的灵性险些被震碎。 既然是灵宝,拥有一定的灵性,知道生与死。 柳无邪,我跟你拼了,这玉杯里面的能量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少动只能靠自己的实力来诛杀柳无邪。 没有回答少动的话,柳无邪站在星辰上,面无表情, 脸上古井无波,仿佛诛杀一只小小的蝼蚁。 卡卡卡空间出现无数裂纹,朝四周不断的蔓延, 这一连那些星河静长老都惊呆了,这已经超脱了天刚静范畴。 简性儿小手捂住嘴巴,他知道柳无邪强大, 却没想到强大到这种程度,已经比那些内门弟子还要强。 吃去镇鱼杯,少动像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任何的攻击,对柳无邪起不到任何效果。 轰轰轰星辰杂下,溅起了无尽的尘埃, 整个演武场,突然下沉一米左右。 纵远秋嘴角有些苦涩,少动是他看中的弟子, 竟然落到这份田地。 他跟柳无邪说过,只要他能夺取冠军, 任何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出了事情,他担着一切。 刚才某一瞬间,他想出手阻止柳无邪,饶少动一命。 李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一旦做了, 从此以后,柳无邪必定成为他最大的敌人。 他乃堂堂画阴镜,居然会怕一尊小小的天刚镜, 传出去可能会让人笑话。 害怕的何止是宋远秋一人, 其他几座丰主基本差不多, 包括那些长老,一脸心迹之色。 这股力量已经超脱了人类极限, 不是人类所能拥有,柳无邪动用了神的力量。 清晨炸裂,柳无邪的身体从虚空上落下来。 一枚土黄色的寒光,从废墟之中飞出, 落入柳无邪掌心,正是镇玉杯。 镇玉杯落到柳无邪手中, 哨动的下场可想而知,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死的时候,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直接被柳无邪碾死。 今年的外门大笔,终于落下帷幕, 柳无邪乃最大的黑马, 一路横扫各路对手, 诛杀四五名弟子, 成为外门第一人。 最可怕他还是新晋弟子, 从世俗界上来, 种种光环加持在一人身上, 无法想象, 一个普通凡人竟然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他出生修炼界, 倒也说得通, 世俗界那种贫瘠之地, 怎么会培养出来如此妖孽的天才, 实属不可思议。 陈琳嘴巴张德老大, 邵栋死了, 他一时半刻无法接受。 一直以来, 他把邵栋当成自己最大的对手。 最强大的对手, 居然在新晋弟子面前不堪一击, 被一拳打死, 这个结果, 出乎他的预料。 孔吼吼白铃等人疯狂地吼叫起来, 柳无邪拿到外门弟子冠军, 他们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 众人的思维, 还沉寂在刚才一战当中, 无法恢复过来。 追求邵栋那些普通弟子, 一脸呆滞, 事实就是如此, 容不得他们反驳, 嘲笑柳无邪的那些弟子, 纷纷低下脑袋, 不敢正视柳无邪的双眸, 生怕他们的样子, 被柳无邪记在心里。 让天行长老为难的一幕出现了, 第二名死了, 奖励该怎么发? 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 第二名死亡, 名额空出来了, 则由第三名顶上去, 第三名则由后面的人继续比斗, 决出新的胜者。 天行长老站出来, 经过商议之后, 第一名有无邪, 第二名陈琳, 因为邵洞死了, 他顺利晋级一位。 倒是给后面的人腾出来一个机会, 晋级前八个几名弟子跳起来了, 没想到凭空多出一个名额。 经过两轮交战, 最终被一名叫红利的弟子拿到, 兴奋地跑到柳无邪面前, 多谢柳师弟, 如果没有你, 我不可能拿到第三名, 太谢谢了。 红利脑袋都要弯到脚底下, 杀了少洞, 才多出一个名额来。 客气了, 柳无邪倒是无所谓, 反正他是冠军, 至于谁是第三名, 漠不关心。 接下来是颁发奖励, 获得前一百的弟子, 每人得到一千积分。 进入前五十追加两千积分, 前三十再追加五千积分, 前十则一万积分。 接下来是颁发第三名, 将积分打入他们的令牌。 长老讲道, 藏经格阅读, 手持令牌就可进入其中。 千灵洞的奖励, 需要宗门统一安排, 一时半刻无法前去, 还需要一段时间。 天行长老站在柳无邪面前, 心里百味沉杂,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想起那一碗, 他肠子都悔清了, 为何不收柳无邪为徒? 你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有些事情, 错过了就错过了, 强求不来, 只能说他们之间有缘无分。 天行长老过奖了, 柳无邪很谦虚, 不急不躁, 自始至终, 保持不卑不坑的态度, 让天行长老更加高看他一眼。 换成其他人, 获得冠军, 必定兴奋的手足舞蹈。 柳无邪倒好, 非常的平静, 平静得有些可怕, 不像是一个少年人该有的表现。 连他们这些老人都开始怀疑, 柳无邪是不是心里住着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打入6万积分进入柳无邪的令牌, 加上先前的4万多积分, 柳无邪身上拥有10万多积分, 要比那些内门弟子还要富裕。 接着从怀中拿出一个储物袋, 有些不舍地交到柳无邪手中。 这是绝品单要进卖单, 里面还装着10枚上品零食。 柳无邪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意, 这才是他想要的资源。 至于长老讲道还有藏经阁阅读, 真没放在眼里。 他是重点弟子, 每个月都有机会得到长老指点一次, 这都三个月了, 一次没去过。 因为他知道, 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藏经阁你们随时可以去, 长老讲道定在月中, 前往心灵洞修炼, 最快一个月就能下来, 你们不要着急。 天行长老说完, 宣布外门大笔, 正式结束。 第397章五个名额, 持续五天的外门大笔终于结束。 每个人还在回味其中几场精彩的战斗, 尤其最后一战, 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演武场逐渐恢复平静, 进入前50的外门弟子, 无一例外全部晋升内门。 一行人来到功德殿, 换取了内门弟子服饰根资源。 柳无邪领到一堆丹药跟灵时, 内门没有上等、中等、下等区域, 每座山峰都开辟了内门区域。 内门的待遇, 要比外门好很多, 独门独院, 面积不大, 胜在一阴俱全。 柳无邪分到77号院落, 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抽签的时候, 第一个号码就是77号, 离去想太多, 打开院门, 面积要比柳无邪想得略大一些, 只有一间屋子, 一个厅堂, 没有练丹式跟练气势, 想要练直丹药, 需要前往保丹丰。 环境很不错, 有个小院子, 修炼一些简单拳法没问题。 院子中央种植一棵百年大树, 上面还有很多刀剑留下的痕迹。 这种树木修炼界很常见, 坚硬无比, 一般刀剑砍上去, 只能留下一道印记, 很难伤害到他的根基, 天地诞生之初, 松罗树就已覆盖整个大陆。 简单收拾一下, 连续战斗五天, 有些疲乏了, 打算休息一天, 找个修炼室, 好好稳固一下修为。 师弟, 恭喜啊, 门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简性儿一脸笑嘻嘻的样子走进来, 恭喜柳无邪获得冠军, 成为内门弟子。 师姐就别取笑我了, 柳无邪邀请他坐下, 经过大笔之后,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必须要经营自己的人脉。 单凭他自己一个人太难了, 不论是人气, 还是其他东西, 远不如那些老牌弟子。 他一心修炼, 很多事情无暇顾及, 必须要培养自己的人。 一般人柳无邪并不相信, 必须要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 来替他做一些事情。 例如前往大城购买物品, 收集信息等等, 修炼到高深程度, 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实力, 还要看整体力量, 培养属于自己的圈子, 这一切都是在必行。 十大先帝, 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 每个先帝徒子徒孙一大堆, 势力极其庞大。 得到吞天神鼎, 连个帮助他的人都没有, 整个凌云仙界全部倒戈。 师弟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简性儿坐下来问道, 获得这么多资源, 必须要好好规划一般。 我明日去找风主, 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接着打算闭关一段时间。 柳无邪也没隐瞒, 两人之间关系说不清道不明。 说是情侣, 谁也没有承认, 说是普通朋友关系, 却要比一般的朋友亲密很多。 我也听说了, 各大风主为了自己门下弟子获得好成绩, 许诺一些好处, 最近几日你不要掉以惊心, 你获得静脉丹的事情, 很多人都知晓了。 简性儿秀眉微醋, 脸上流露出一丝担忧。 绝品静脉丹,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这种丹药, 只有十大宗门才能炼制出来。 难免会有心怀不轨之辈, 趁着柳无邪还没站稳脚跟, 抢夺静脉丹。 多谢师姐提醒, 我会小心的, 纵走了简性儿, 柳无邪开始布阵, 把院子打造得固若金汤。 他现在的院落, 虽然也有阵法守护, 碰到强者, 一掌就能撕开。 第一日相对安静, 除了简性儿来了一趟, 白领跟唐天通过其他人 给柳无邪稍个口信, 恭喜柳无邪拿到冠军, 他们是外门弟子, 过来一趟很麻烦。 夜色降临, 柳无邪坐在屋内, 发现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 逗留了几分钟之后, 匆匆离开, 应该是打探消息。 他才加入内门不到一天时间, 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 大多都是试探。 天色一亮, 柳无邪直奔天坤封主殿。 柳无邪的到来, 宋远秋早就料到了, 当日他许下承诺, 谁能进入前十, 奖励一个进入天宝宗名额。 获得冠军, 奖励五个名额。 坐吧, 宋远秋没有一点封主架子, 示意柳无邪坐下说话。 两人面对面坐着, 以平等的姿态谈话, 宋远秋把柳无邪当成同辈中人。 封主, 我来的目的,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五个名额是真的吗? 柳无邪开门见山, 不愿意过多废话, 有了这个五个名额, 可以让岳父岳母他们进入修炼界。 真的, 宋远秋点头承认, 他只是没想过, 柳无邪会成为大笔冠军。 这是五个名额, 劳烦封主派人前往世俗界一趟, 把他们接过来。 柳无邪也没客气, 面对话音镜, 脸上感受不到一丝压力。 换成常人, 跟话音镜谈话, 必定战战兢兢, 更别说谈条件。 柳无邪的言行举止, 还有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上位者气势, 绝非装出来, 这让宋远秋悍然不已。 一个人可以强行克制身体里面的恐惧, 眼神无法隐藏, 必定会躲躲闪闪。 宋远秋试探了柳无邪好几次, 最厉害一次释放一缕话音气势, 柳无邪依旧无动于衷, 天道神书展开, 所有的压力, 瞬间消失。 好, 最快一个月, 我会把他们接过来。 宋远秋接过柳无邪递过来的书信, 收信人是徐毅林。 那弟子就告退了, 柳无邪说完站起来, 起身告退, 书信里面写得很清楚, 只要岳父拆开, 就知道怎么做。 募送柳无邪离开, 宋远秋没有站起来, 直到柳无邪彻底消失在视线当中, 这才收回目光。 大殿深处传来一阵波动, 一道人影悄无声息出现在大殿之中。 见过宗主, 纵远秋连忙站起来, 朝宗主行礼, 达到真玄境, 早已看破空间法则, 可以随意挪动身体, 还能修炼出来分外化身。 说说你对他的看法, 沐天离坐下来, 正好坐在柳无邪刚才坐的那张椅子上。 从宗主的语气中不难判断, 他应该早就到了, 一直隐藏在暗中罢了, 还没到跟柳无邪见面的时候。 此此不简单, 纵远秋只说了五个字, 代表此刻的心境。 何来不简单, 沐天离微微一笑, 让宋远秋具体说说。 沉着, 冷静, 心思缜密, 不像是一个少年人应有的表现, 我怀疑他背后站着一尊强者, 一直在暗中指导他。 纵远秋沉吟了一下, 说出自己的观点, 跟柳无邪接触的时间较短, 他们都是老成精的人物, 从一些言辞还有表情当中, 就能得出很多结论。 三年后十大宗门圣典即将开启, 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沐天离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谈论下去, 而是目光看向外面。 很难, 三年时间, 恐怕成长不到那种高度。 纵远秋摇了摇头, 柳无邪表现得足够妖孽, 根基终究还是太浅了, 三年内想要追上人家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成就, 难于登天。 那就一年后的天山论道吧, 希望他能大放异彩, 我们天宝宗很久没出过人才了, 这些年一直被人压制, 该扬眉吐气了。 沐天离说完, 眼眸深处闪过一丝落寞。 纵远秋站在一旁, 磨不作声, 千年前, 天宝宗可是排名前三的存在。 五千年前, 天宝宗排在十大宗门之首, 门下弟子不计其数, 辉煌之旗。 见如今, 排名已经在金鸿门之后, 天宝宗的地位, 大不如前。 讲要挽回生育, 首先要宗门整体实力提升上去, 其次需要绝世妖孽, 在十大宗门各种论道当中, 获得好成绩, 提升宗门的名次。 这一切柳无邪完全不知晓, 没有回到院落, 直奔修炼时而去, 尽快炼化竞卖单。 他现在不过小小的天宝一重, 在内门的地位可有可无, 虽然击杀了少闻洞, 对于那些高级内门弟子来说, 没有任何震慑力。 少闻洞乃天宝五重, 终究是外门弟子, 论底蕴, 远不及这些老牌的内门弟子, 他们根基身后, 手段众多, 不犯很多人, 炼制了跟这玉杯一样的灵宝, 实力极其强横。 想要在内门快速发展, 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个世界, 一切以力量来说话, 没有力量, 只能任人宰割。 内门弟子的修炼室, 环境要好于外门太多, 基本上都是十倍的倍速, 外面一天, 里面十天。 有无邪没有刻意寻找更高级的修炼室, 十倍的倍速, 足够他现在使用。 况且他实力不高, 跟那些高级弟子争抢修炼室, 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 他在抢时间, 很多内门弟子对他还不熟悉, 趁早将进卖单练化。 等到众人找到他的时候, 早已突破更高层次, 一般的内门弟子, 来一个就拍死一个。 外门大比的事情, 今日才彻底传开, 很多内门弟子得知柳无邪获得进卖单, 收取镇玉杯, 立即前往他的院子。 结果扑了一个空, 柳无邪并未回去, 最引人注目还是十枚上品零食, 这可是好东西, 短短一天时间, 柳无邪的名字, 在内门彻底传开。 找到一座普通的修炼室, 将领牌插入进去, 一天差不多八百积分左右, 柳无邪消耗得起。 关闭修炼室大门, 隔绝了跟外界一切联系, 好浓郁的灵气, 同样是修炼室, 外门跟内门, 相差如此之多, 难怪人人拼了命想要挤进内门。 成为精英弟子, 修炼环境岂不是更佳, 柳无邪甚至有些期待了。 盘西坐下, 并未着急炼化进卖单, 先稳固一下修为, 连续大战, 收获颇多, 需好好沉淀一番。 第398章天罡二重, 玄冥峰。 一处内门弟子院落, 此刻聚集着五人。 每个人脸上带着浓郁的杀气, 距离外门大笔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 岂有此理, 这小子竟然杀了后池, 还害得我们侯家三年内不准任何弟子加入天宝宗。 其中一人右手狠狠地拍在石桌上, 义愤填膺, 身上杀意极其冷冽。 后列, 你先冷静一下, 其他四人一直沉默不语, 其中一人岁数较大, 应该是五人之手, 大家都听从他的意见。 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家族已经发话了, 让我们尽快斩杀此子。 口掠气鼓鼓地坐下, 后池跟他关系最好,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他选择加入天宝宗, 后池选择加入了青红门。 我们还是听后月怎么安排的, 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既然决定要杀他, 就要堂堂正正, 不能偷袭, 以免给家族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喉强站起来, 拍了拍猴烈的肩膀, 后池人已经死了, 他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替后池报仇。 生气已然无用, 赶紧商讨出来一个办法, 尽快诛杀柳无邪。 此人目光一起看向较后月的男子, 此人实力极强, 竟然是天刚九重。 加入天宝宗已经有五年之久, 当日就是他派邓崇前去诛杀柳无邪。 不仅没有杀死柳无邪, 还被反杀, 正因为此事, 才连累了侯家。 在年内, 侯家不得任何弟子加入天宝宗, 这个惩罚太严重了。 我已经安排人了, 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老老实实修炼, 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侯月淡淡地说道, 刺骨的目光, 扫过他们四人, 纷纷低下头, 不敢正视侯月的眼睛。 四人纷纷点头, 他们不敢违背侯月的意见。 侯月师兄, 我听说赤阳山脉出现七彩霞光, 好像是有宝物出世, 青鸿门还有青阳神殿的人已经先行一步, 赶往此地, 我们要不要也去。 叫侯强的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不过六品天刚净, 属于中游。 你们去吧, 我最近有些感悟, 冲击一下天象净事实。 侯月摆了白手, 不打算前去, 有没有宝物暂且不知, 不想浪费时间, 最近感悟到境界蠢蠢欲动, 打算一股作气冲击天象净。 只有成为精英弟子, 在天宝宗的地位, 才会彻底稳固, 就算是天行长老, 都不敢轻易惩罚他。 那我们提前恭喜侯月师兄早日突破天象净, 成为精英弟子, 以后我们侯家在天宝宗的话语权更多。 四人连忙站起来, 一脸恭维之色, 这一切柳无先完全不知情, 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十倍倍速, 里面过去五天之久, 外面才过去半天时间而已。 境界终于稳固下来, 站在天刚一重巅峰, 距离天刚二重, 只有一步之遥。 从储物戒指拿出静脉丹, 导入掌心。 墨绿色的丹药, 散发出极其纯净的能量, 静脉丹具体作用是改善身躯, 强化经脉, 让骨骼变得更加坚固。 柳无邪修炼太荒吞天绝, 又修炼太古星辰拳, 加上吸收大量的阴寒之气, 对筋脉跟肉身的要求, 越来越苛刻。 单凭灵气强化, 远远跟不上柳无邪的需求。 这没静脉单, 解决了柳无邪身体里面的弊端。 在短时间之内, 强化筋脉, 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太古星辰拳。 阴寒之气还没彻底运用出来, 一旦演绎出来自己的盗法, 威力不在太古星辰拳跟夺命盗法之下。 他现在的攻击还是太单一了, 只能靠夺命盗法跟太古星辰拳。 一口将静脉单吞服下去, 化为甘醇的能量, 在四肢百孩之中炸开。 犹如一道道银线, 穿梭于柳无邪的静脉之中, 所过之处, 静脉不断地收缩, 像是被强化了一般。 开始的时候, 有些疼痛, 这种感觉持续了几分钟时间, 很快消失。 经脉的内壁竟然加厚了很多, 覆盖一层淡淡的金光, 蒸气冲击的时候, 不受任何限制, 而且速度更快。 除了加持速度之外, 经脉的撕裂感彻底消失了。 不仅让经脉变得更加强大, 还疏通了很多细小经脉, 蒸气在身体中游走的速度 节省了很多时间。 突然, 境界陡然攀升, 冲向天罡二重, 毫不迟疑, 太荒吞天绝运转, 浑厚的灵气, 从地下灵脉抽取上来, 进入身躯之中。 一万多滴液体导入太荒世界, 境界节节攀升。 拿出五十万中品灵石, 丢入吞天神鼎, 继续炼化。 上品灵石太珍贵, 暂时没打算动用, 以它目前的境界, 中品灵石足够它修炼, 就是数量有些恐怖。 境界节节攀升, 直奔天罡二重巅峰, 彻底将身躯中的静脉单能量耗尽, 境界提升的速度逐渐放缓。 柳无邪也不着急, 根基最重要, 前期积累的月魂后, 后期爆发才会更加激烈。 花费五天时间, 境界不再提升, 这才作罢。 拿出镇玉杯, 放在手心, 柳无邪在犹豫, 目前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将镇玉杯炼化, 成为太荒世界当中的一部分, 真气的等级, 将会提升好几个层次, 拥有强大防御能力, 还能提升一个境界。 第二条路, 将镇玉杯融入脾脏, 强化五脏六腑。 人体五脏, 对应天地五行, 金属火, 瘆属水, 废属金, 丹属木, 皮属土。 当年有人将五枚镇玉杯, 融入五脏之中, 肉身的力量, 堪比仙气, 达到人气合一的程度,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除非镇碎镇玉杯, 才能伤及本体, 他只有一枚土鱼杯, 想要五行合一, 还要炼制其他四杯, 才能形成五行循环, 让五脏六腑, 彻底牢不可破。 从短期来看, 丢尽吞天神鼎, 化为土系元素, 提升他的战斗力, 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长远来看, 镇玉杯融入五脏, 暂时看不出什么, 随着五行合并, 战斗力乘几何的倍数增长。 一个是短期利益, 一个是长期利益, 看柳无邪如何抉择。 换成正常人思维, 以后的事情谁能预料得到, 尽可能提升眼前的实力, 这才是重中之重。 柳无邪则不同, 他的目标是进入仙界, 甚至更高层次, 绝不能只顾着眼前的苟且。 他要看得更远, 看得更高, 才能触及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融入脾藏, 柳无邪又会多一项艰巨的任务, 炼制其他四种属性的镇玉杯。 炼制之法, 对于他来说, 倒不是问题, 主要是材料。 短时间内肯定无法获取 四枚镇玉杯的所有资源, 只要给他几年时间, 全部收集齐全, 倒也不难。 决定之后, 打算将镇玉杯融入脾藏, 壮大自己的肉身。 以后修炼太古星辰全, 对肉身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静卖单的作用不断被削弱, 拥有镇玉杯镇守五脏, 再也不必担心肉身问题。 讲座就座, 双手开始结印, 镇玉杯里面 还有残存的少洞印记, 将它彻底抹除之后, 镇玉杯颜色变得较为透明。 里面每一条灵纹, 柳无邪看得一清二楚。 修炼是不能炼制兵器, 不妨碍柳无邪刻画灵纹。 可惜这么多好材料, 竟然炼制如此垃圾的镇玉杯。 反复观看好几遍镇玉杯, 柳无邪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可惜。 少洞如果把镇玉杯炼制品 接再高一些, 这一战露死谁手, 真的尚未可知了。 花费两日之间, 才将其中的杂志清理干净, 镇玉杯散发出淡淡的光泽, 要比之前品质提升数倍有余。 灵性更加充足, 放在手心, 没有那么坚硬, 反而是一种软绵绵的感觉。 刻画仙闻, 既然决定融入脾藏, 柳无邪就要做到最好, 刻画半仙闻进入其中, 将来当作仙器来打造。 半仙闻的目的是温养, 不断地壮大镇玉杯。 一缕缕奇怪的印记, 注入镇玉杯, 发出耀眼的光泽。 外面过去两日, 修炼室里面度过二十日之久, 关于柳无邪的消息, 已经人尽皆知。 拿出一万枚灵石, 抽取其中的灵性, 融入镇玉杯之中。 斩杀这么多人, 剥夺了他们的储物带跟储物戒指, 里面资源非常之多。 唯独剥夺不了他们的积分, 令牌被宗门收走了。 从少洞的储物戒指当中, 找到好几种稀有材料, 他应该也是准备炼制镇玉杯, 因为参加外门大笔, 来不及炼制。 陈雾沙, 这可是好东西。 柳无邪找到一个瓷瓶, 里面竟然装着一百多粒陈雾沙, 让他很是兴奋。 这种东西跟大帝吸壤一样, 非常的罕见, 蕴含大帝之力。 除了陈雾沙之外, 还有好几种蕴含大帝之力的宝贝, 全部溶解, 注入镇玉杯。 柳无邪的练气手法, 不知比少洞高级多少倍, 小小的镇玉杯, 在他手中大放一彩, 要比收取之前, 强横数十倍。 单凭这枚镇玉杯, 柳无邪就能轻松镇压天罡五重。 配合太古新陈泉, 斩杀天罡六重也没问题。 越来越多的灵纹, 覆盖在镇玉杯表层, 犹如蚯蚓一般。 这些都是上古蝌蚪, 早已失传了, 柳无邪打算将镇玉杯恢复上古荣耀, 避免不了要走这条路。 刻画的速度逐渐放慢, 足足刻画十条半鲜纹进入其中, 镇玉杯突然放大, 变成一米多高, 又突然缩小, 这一次缩小的只有几寸高左右。 要比成年人小指还要短一节, 却蕴含一股极强的能量波动。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镇玉杯蕴含的能量太强大了, 人体的五脏六腑又很脆弱, 如何将镇玉杯放入皮弓之中? 第399章炼化镇玉杯, 五脏六腑, 里面自成世界。 心脏有心弓, 肝脏有肝弓, 肾脏亦是如此。 镇玉杯虽小, 却有毁天灭地之能, 一个不慎, 可能直接将脾葬炸碎。 吃去脾葬, 虽不致死, 对柳无邪的修为, 将会有致命的打击。 一旦成功, 脾葬几乎无坚不摧, 就连刀剑都难以将其砍开。 修炼本来就充满各种凶险, 融合镇玉杯, 柳无邪没有任何经验可言, 且是只见过镇玉杯, 却没有接触过。 一切要靠他自己, 成功则进一步, 失败则退一步。 为了长远打算, 柳无邪豁出去了, 身体突然站起来, 双手频频结印, 镇玉杯犹如液体一般, 一点点溶解, 化为一道流星, 转入柳无邪身体内部。 啊, 进入脾葬的那一刻, 柳无邪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脾葬像是被火焰断烧一般, 剧烈地疼痛险些让他直接死去。 天道神书展开, 守住了他的元神, 才没有直接昏迷过去。 一旦昏迷, 后果不堪设想, 沉实进入身体内部, 满目疮痍的脾葬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鲜血淋漓。 镇玉杯进入脾葬深处, 镇守中央区域, 无尽的能量, 从镇玉杯之中传出, 渗透到脾葬哥哥俏学当中去。 夺天造化, 天地变, 乾坤出, 脾宫开, 生死转。 大量的印记进入脾宫深处, 开辟空间, 让镇玉杯端坐其中。 这个过程非常之凶险, 就算是柳无邪, 都马虎不得, 需要小心翼翼。 招有差错, 功亏一篑不说, 还会伤及根基。 脾宫深处一点点变化, 出现繁星点点, 一座淡淡的门户虚影出现, 仿佛沟通天地某处神秘世界。 只要打开这座神秘的门户, 即可沟通天地, 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加持进来。 脾宋破裂的速度还在加速,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拿出一把丹药, 一口吞浮下去, 修复脾藏受损的地方。 将吞天神顶中的液体全部倒出, 滋养脾藏, 受损的地方修复了不少, 疼痛也在减轻。 给柳无邪腾出来时间, 全力冲击脾宫门户。 这可不是真气冲击, 而是神石。 神石越强, 冲开的可能性更大, 魂力不够, 无法将其撼动。 天道神术展开, 无尽的魂力, 会举成一只长矛, 冲向那座虚无的门户。 像是一层薄膜, 却厚重无比, 诗, 有无邪感觉自己的耳边, 传来一声尖锐的声音, 一股剧痛惜便全身。 啊, 又是一声惨叫, 修复得脾藏, 继续开裂, 情况岌岌可危。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只能凭靠自己的意志。 神石进入脾藏内部, 发现那座神秘的门户 变得虚幻了很多, 再次调动神石, 这一次力量更强。 再补充开, 他的脾藏会彻底碎裂, 化为一堆血水, 就算他打开了脾藏大门, 也无济于事。 不成功, 则成人, 柳无邪闭上了眼睛, 将精气神凝聚成一线。 长矛犹如流星一般, 顺着柳无邪的经脉, 冲向脾藏深处。 空, 宛如一阵雷鸣, 柳无邪痛得满地打滚, 一声声低沉的嘶吼声, 从他口中传出。 静好这里是修炼室, 声音传递不出去, 大口地喘着粗气, 神识进入脾藏内部。 一座浩瀚的漆黑世界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那座神秘世界被打开了, 脾宫内部, 出现一座巨大的黑色宇宙。 淡淡的星光, 从深处传出, 照耀整个脾藏, 得到这些星光照耀, 脾藏以极快的速度修复。 镇玉杯盘踞在脾藏中宫位置, 镇守脾藏, 犹如守护神。 脾藏上面覆盖淡淡的星光, 跟镇玉杯交灰相应, 镇玉杯每一次吞吐, 都会反馈回来一部分能量注入到脾藏当中。 两者相辅相成, 彻底融为一体, 一股澎湃的力量, 从脾藏深处流入四肢, 流无邪有种错觉, 自己能一拳打爆天穷。 当然, 这只是一种掌控力量的错觉, 就算是真玄老祖, 都无法一拳打爆天地, 何况是小小的天刚镜。 无尽的能量, 进入他的拳头, 这里是修炼式, 无法施展拳法。 按照推算, 我不动用真气的情况, 一拳可以轻松打死天刚四重镜。 通过对力量的分析, 柳无邪给出一个答案, 镇玉杯分解出来的力量, 太过浑厚。 像是一尊镇玉神塔, 镇守柳无邪的身体, 一般的攻击, 无法伤害柳无邪分毫。 接下来这段时间, 熟悉新的力量, 境界没有提升, 烈化阵预备之后, 战斗力飙升一倍有余。 境界卡在天刚二重, 借助上品临时应该能突破, 却没有这么做。 修炼还是尽可能水到渠成, 一直借助宝物, 不是办法。 迟早会遇到大瓶颈, 卡在某个境界, 甚至十年, 乃至几十年都无法参悟, 这种人修炼界不计其数。 最好是一步一个脚印, 每个境界打磨得完美无瑕, 才选择突破下个境界。 不知不觉柳无瑕加入内门已经过去三天之久, 修炼是度过整整一个月时间。 打开石门, 抽出令牌, 从里面走出来, 踏出石门不久, 一行人朝他快步走过来, 似乎早已等候多时了。 自动形成一个圈, 将柳无瑕围在中间, 目光横扫一圈, 一共六人, 各个实力强大, 青衣色天刚五重镜。 你们有事, 柳无瑕冰冷地问道,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我要静卖单, 我要上品零食, 我要正欲碑, 六人一人一句, 每个人所要的东西都不相同, 柳无瑕的拳法, 刀法, 积分, 静卖单, 上品零食, 正欲碑, 都被计算在内。 一共六件东西, 来了六个人, 计算得还真是清楚。 凭靠刀法加拳法, 横扫各路高手, 让很多人眼馋不已。 正欲碑, 积分, 静卖单等宝物, 同样珍贵无比。 没有威胁, 没有废话, 直插主题, 没有, 柳无瑕回答他们的只有两个字, 且不论静卖单已经练化, 正欲碑融入身躯, 就算还在身上, 也不可能拱手送人。 那你只能死, 柳无瑕对面男子做出一个抹脖子动作, 打算诛杀柳无瑕, 亲手拿走这些东西。 此, 另外五人跟着一起附和, 强大压力, 碾压而至。 他们都是老牌内门弟子, 绝非少洞所能比拟, 六人在天网五重镜打磨好几年时间, 实力强横。 还未出手, 强横的力量, 压迫而下, 换成普通的天网二重镜, 早就被镇压在原地, 无法动弹。 这边发生的情况, 引来很多人注意, 纷纷朝这边聚集, 不敢靠得太近。 是雕家六人帮, 他们怎么在这里? 这六人在内门很有名气, 这些年没少抢劫其他弟子, 以雕家六人帮助称。 老大叫雕良, 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柳无邪面孔太生, 名字早已传遍内门, 长什么样子暂且还不清楚。 你没听到他们刚才索要什么吗? 又是积分, 还有上品零食, 竞买单等宝物, 内门也不多见啊。 这些宝物, 就算是那些高级内门弟子也不能免俗, 必定想办法出手抢夺。 他是柳无邪, 围观的众人似乎明白了, 没想到他如此年轻。 最近关于柳无邪的消息太多了, 铺天盖地, 想要不知道都不行。 茶余饭后, 都在谈论他, 每年都有外门大笔冠军诞生, 唯独今年特殊, 最引人瞩目。 刁良说完一个死字, 一掌朝柳无邪脖子切下来, 很辣无比。 另外四人紧随其后, 抽出兵器, 招呼柳无邪周身霸穴。 任何一处被击中, 柳无邪只有死路一条, 就凭你们六个也敢来抢劫我。 柳无邪脚踩七星, 避开刁良一掌, 出现在战圈之外, 并未动用太荒争气, 也没记出邪刃, 太古星辰拳更是懒得动用。 简简单单一拳, 恐怖的力量, 从身体内部暴射而出。 这欲卑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 加持到拳法之中。 柳无邪要杀一井百, 这种事情, 以后还会层出不穷,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多杀几个人, 才能让他们胆寒。 拳法简单直接, 面对刺过来的常见, 柳无邪不退反进。 咔嚓, 拳头砸在常见上, 三尺轻锋四分五裂, 化为碎片散落一地。 堂堂领宝, 竟被柳无邪一拳打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雕家六人帮面色大变, 他们知道柳无邪很强, 诛杀少动。 他们可是六人合并, 就算是天罡七重, 也能周旋一番。 拳头没有停止的意思, 击碎常见之后, 以一往无前之势, 砸进一宁青年胸口。 咔嚓, 空, 这一次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整个人倒飞出去, 鲜血直喷。 胸前塌陷一大块,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狠狠地砸进地面上。 无恙惨不忍睹, 柳无邪已经手下留情了, 动用真气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 早就化为无数碎肉, 尸骨无存。 正与五人脸色骤变, 连连出手, 各种华丽的招式, 层出不穷, 不断地招呼柳无邪。 从出现到现在, 美人就说了一句话。 正非一人后, 柳无邪杀心大起, 突破天罕二重, 正好适应一下境界, 他们几个不开眼就撞上来, 愿他们自己找死。 拳头连连扁招, 令人无法琢磨的步伐, 让刁梁等人, 恼怒无比。 崩, 又是一人被震飞, 跟第一人差不多, 胸前塌陷, 躺在地面上哀嚎。 尽气少, 出气多, 离死不远了, 一时半刻又死不了, 非常的难受。 柳无邪毁灭了他们的根基, 震碎他们的心脉, 做多还能活一天时间。 第四百章出生牛犊不怕虎, 紧紧两拳, 废掉了两人, 如此恐怖的杀人手段, 震撼人心。 站在远处那些内门弟子, 原本还打算趁着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坐收渔翁之力。 现在看来, 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一旁观看比较好。 天宝宗内门弟子高达一万多人, 天刚三重到天刚六重人数最多, 占据内门弟子一大半左右。 连天刚五重都不是柳无邪对手, 这些人上去, 也是白白送死, 除非是天刚六重出手, 还有一些胜算。 祖阵, 雕梁一声冷喝, 剩余四人瞬间组建阵法。 这些年他们没少杀人, 魔力出来一套杀人阵法, 厉害无比。 阵法还未完成, 柳无邪身体突然横向移动, 才在乾坤方位, 封堵了他们的阵眼所在之处。 这个变化, 打得剩余四人一个措手不及, 柳无邪如何第一时间发现他们的阵法所在? 难道柳无邪是一个阵法天才, 还是蒙队的? 不管是巧合, 还是柳无邪懂得阵法,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避开战圈, 柳无邪长驱直入, 出现在一名三十多岁男子身后。 砰, 接接时十一拳, 击中他的后背, 身体飞出去, 跌了一个狗吃屎。 后背上出现一个碗口大的洞口, 鲜血狂流。 剩下三人, 更是不足为患, 除了雕梁之外, 其他两人面露胆颤之色, 萌生想要逃走的念头, 不想再恋战了。 柳无邪太可怕, 他不是人, 一拳斩杀天罡五重, 谁有这个本事? 既然他们来了, 柳无邪就没打算放他们离开, 诛杀他们, 震慑内门。 身体一分为三, 场中出现三道人影, 同时袭击他们。 砰砰砰, 包括雕梁, 一起飞出去, 三人口喷鲜血, 躺在地面上发出痛苦的哀嚎。 前后不过五个呼吸时间, 战斗结束, 众人的思维还没恢复过来, 雕梁六人已经失去战斗力。 浩强的实力, 一尊天罡四重弟子捂住胸口, 在某个时刻, 他还在合计, 如何搞到柳无邪手中的宝物。 这一刻, 彻底死心了, 不愧是外门大笔冠军, 实力非同一般, 想当年我们晋升内门, 连钱一百都排不进去。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 充满着敬畏, 收取雕梁六人的储物戒指, 柳无邪狠狠脆了一口, 转身朝自己院落走去。 人群自动让开, 没有人敢拦住他的脚步。 直到柳无邪彻底消失, 压抑在众人心头上的一块大石材放下来。 无形的压力, 让他们很难受, 还没回到院落, 远处聚集很多人, 站在他院落周围。 围头一皱, 难道院落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离开之前, 院落重新布置了阵法, 就算是精英弟子前来, 休想破开他的阵法。 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去, 那这些人聚集在这里, 又是何事? 穿过人群, 柳无邪站在自己院落门前, 看到一名老者带着两名年轻男子, 正在破解他的阵法。 两名年轻人柳无邪并不陌生, 正是被他废掉修为的韩兴跟孔颜。 奇怪的是, 他们两人的修为全部恢复了,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让破裂的丹田恢复如初。 修复丹田的丹药很多, 柳无邪之道不下三种, 关键是谁有这个本事, 除非是甄玄老祖炼制。 韩兴跟孔颜, 不过小小的那门弟子, 宗主怎么可能为他们两个, 花费大力气炼制修复丹田的丹药? 只要一种可能, 有高层替他们讨来这种丹药。 那名老者正在破解柳无邪布置的阵法, 想办法进入院中。 你们在干什么? 柳无邪一声立鹤, 打断了所有人。 五六十道目光, 齐刷刷地朝柳无邪看过来。 韩兴跟孔颜目光落在柳无邪脸上, 那晚他们三人斗阵, 并未见面, 两人对柳无邪很陌生。 只是知道输给柳无邪, 还被废掉修为, 连人家的脸都没见到, 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师父出关之后, 被师父痛斥一顿, 早就应该前来找柳无邪报仇, 因为他们需要修复丹田, 一直闭关到现在。 丹田修复之后, 第一时间打探柳无邪的消息, 得知他成为那门弟子, 住在这座院子, 带着师父就来了。 五阳长老转过身子, 目光落在柳无邪脸上。 字幕对视, 一股寒意从五阳长老眼眸之中一闪而逝。 是你废了我两个弟子的修为, 五阳长老语气很冷, 刺骨的寒意, 直逼柳无邪, 他可是心和敬长老, 实力极其强横, 连精英弟子见到他, 都要刻刻起起。 柳无邪暗自已惊, 没想到韩兴跟孔颜两人, 有如此牛逼的师父。 可惜他进入天宝宗以来, 除了天行长老有收他为徒的念头, 没有一个长老愿意站出来收他为徒。 虽然他很不在乎, 天宝宗还没人能指点他。 有个便宜师父照顾, 方便在宗门活动, 这倒是真的。 他们两个废物, 柳无邪指了指韩兴跟孔颜, 反问五阳长老。 被人骂作废物, 气得韩兴还有孔颜面色铁青, 恨不能冲上来诛杀柳无邪。 得知柳无邪斩杀少洞, 两人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不过低级天当劲, 仗着阵法厉害而已。 斗阵又输给了柳无邪, 所有的优势, 荡然无存。 柳无邪, 你竟敢辱骂我们是废物, 孔颜恼羞成怒, 指着柳无邪的面孔, 却又不敢蹦出来, 只能待在师父身边。 说是废物都抬举你了, 生更半夜跑来跟我斗阵, 输了也就罢了, 竟然把长辈都请出来了, 真是看不起你们。 柳无邪一副嘲弄之色, 这番话说出来, 倒也是实情。 落在五阳长老耳里, 无疑跟打脸一样。 他们两个再不济, 也是自己的弟子, 被人当众辱骂是废物, 至于他与何地。 饺子, 你很狂, 五阳长老收敛气势, 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 可想而知, 此刻他很愤怒。 最让他愤怒, 他在这里破解院子阵法一个时辰了, 竟然未能破解最后一道阵法, 让他很没面子。 我狂, 因为我有狂的本事, 难道五阳长老打算替两位宝贝弟子出头不成, 准备以大欺小? 柳无邪一番话差点一死五阳长老, 如果真要出手, 何必等到现在, 他可是新和静长老, 岂能随意对弟子动手? 况且四周还站着几十名弟子, 这时候出手, 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 果然够狂, 听说你获得外门大笔第一名, 就可以目空一切了吗? 五阳长老一脸怒气, 气得吹胡子瞪眼, 又没法出手, 只能干瞪眼。 此言差矣, 我虽获得外门第一, 并未目空一切, 是你们欺人在先, 跑到我的院落捣乱, 难道我应该说你们做得对? 柳无邪发出一声猛笑, 五阳长老破坏他好几处阵法, 柳无邪就气不打一处来。 柳无邪, 既然你真法厉害, 敢不敢跟我们再比一场? 孔炎站出来, 往前一步, 想要跟柳无邪再比一场, 找回那晚的面子。 跟你们比, 柳无邪一副比试的样子, 真没把他们两个放在眼里, 你们还没这个资格。 一番话对回去, 孔炎差点暴走, 既然我两个弟子没资格, 不知道老朽有没有这个资格。 五阳长老终于忍不下去了, 目光透着灵力, 萌生跟柳无邪斗阵的想法。 这座院子的阵法很精妙, 天宝宗大部分阵法, 他都参与过, 从未见过如此古怪的阵法。 五阳长老真是看得起晚辈, 你乃堂堂长辈, 跟我斗阵, 就不怕丢了身份吗? 柳无邪翻了翻白眼, 五阳长老还真敢说。 中围那些弟子同样是一脸无语, 新和静长老跟那门弟子斗阵, 这就好比婴儿跟巨人比利器。 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 柳无邪, 你是害怕了吗? 如果你害怕, 只要跪下来给我师父磕头认错, 我们可以取消斗阵。 孔炎坏了一副面孔, 嘴角冷笑连连, 不同意斗阵也可以, 跪下来磕头, 承认那碗他错了。 你找死, 柳无邪眼眸犹如利剑, 扫过孔炎, 后者吓得身体一个哆嗦, 往后退了一步, 承受不住柳无邪的眸光。 舞阳长老身上散发出强横的新和知识, 化解柳无邪的威压, 孔炎身体这才得以解脱。 小娃儿, 做人还是不要太狂妄了, 老朽虽然不能杀你, 教训你一顿还是可以的。 说完, 舞阳身手朝柳无邪横扫过来, 打算好好教训一顿柳无邪。 教训一顿柳无邪, 并不丢人, 聚集在周围那些弟子, 也不好阻拦。 他们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柳无邪最近风头太盛了, 引来很多人不满, 都巴不得他出丑。 加上看热闹的心情, 更不可能站出来阻止。 等等, 柳无邪突然举起右手, 制止舞阳长老舞阳抬起来的右手停留在半空, 想要知道柳无邪接下来说什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舞阳长老冰冷地问道, 等教训了柳无邪, 这口气也算是出了, 为了讨要修复丹田的丹药, 他舍去了这张老脸, 还搭进去一大笔资源。 这口气不发泄出来, 恐怕会憋出内伤, 我同意跟你斗阵, 如果我输了, 你要当着所有弟子的面, 当众给我道歉, 我输了, 当众给你们道歉, 如果做不到, 都给我滚出这里。 柳无邪一正言辞, 每一个字犹如雷鸣一般, 在上空回荡, 震得他们耳膜作痛。 在场每个人蒙了, 柳无邪竟敢跟舞阳长老比拼阵法,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舞阳长老虽不是顶尖阵法大师, 在天保宗, 也是赫赫有名。 跟他斗阵, 岂不是自寻死路?